會把它關掉 那它可能又會有用另外一種機制去做保護 當然這又是要去想別的方式去做破解 另外你說有login的話 那個就可能要花時間去try 就是說它的保護機制在哪裡 那當然 只要你有一個鎖就像有一個鎖就一定可以破了 只是說你要怎麼去 剛好遇到這種狀況是很簡單 不需要做什麼事情 你只要把JavaScript的功能關掉 也不用做什麼動作 資料就下來了 那這個方法的話你可以試試看 其他網站好像也適用 OK 所以這裡的話只提供給各位 那我們主要就是 第一個 因為有些資料是從網路上下來 那比如說我們利用這個範例 假設好了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畫面上面 它有一個什麼呢 本來有顏色的 可是變成沒有顏色 比如說這個地方 它本來向下的是綠色的 向上是紅色 可是呢 放到我們VBA裡面 這個顏色就不見了 那假如說呢 我今天要用VBA來 再把它寫回來的話 做判斷 那實際上這一題 也跟剛剛那個範例也差不多 那怎麼做 我想 各位可以踹踹看 把一些你網路上面資料 試試看能不能把它抓下來 那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就是工具的網際網路選項的安全性 自訂層級 這個地方呢 請你把它 這個夠我拉到 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 會有一個叫 Active Scripting 那預設是啟用 把它停用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自己有用IE的話 你停用之後 你記得做 把資料撈回來之後 你要再把它啟用 不然你下一次 你的IE會變得很奇怪 很多功能 就會不正常了 OK 因為現在很多網站 他們的前端程式 都是用JavaScript在運行的 所以你如果 沒有辦法runJavaScript 很多的功能就會失效了 所以最後的做完之後 還要記得把它啟用回來 不過啟用回來之後的話呢 那你的保護它又開始了 OK 好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怎麼樣去抓下 那個 有一些網路上面的資料 是有保護的 那你同樣可以抓得下來 OK